大家好 我是老王 欢迎您继续收听张作霖演绎 咱们书节上回 上集咱们讲到说张作霖他们父子谈心 谈到郭松林的时候呢 张作霖警告张学良 说要小心这个人 那么这张作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这里呢 咱们就要简单的介绍一下郭松林 郭松林这个人呢 确实很了不起 他自称的是唐朝名将 焚羊王郭子怡的后代 23岁进入了奉天陆军素成学堂学习 并在那里呢 结识了这个同盟会的成员方生涛 并且呢 还认识到了那个民主革命的那个思想 24岁毕业后 在奉军的将军府呢 当少长 因为他带兵严谨 勤于职守 得到了统领朱庆兰的赏识 后来这朱庆兰呢 被调到了四川 他呢也就跟着去了 27岁那年 郭松林呢 在四川 经过这个方生涛的那个介绍 加入了新军同盟会 所以这个郭松林呢 算是同盟会的早期成员之一了 他是同盟会的人 28岁那年 郭松林呢 当上了营长 负责这个成都的这个防守工作 后来呢 这四川发生了保禄运动 四川都军赵尔锋 下令了要强力镇压 但是郭松林呢 带着他这个营呢 没这么干 没听从命令 干嘛呢 而是积极的对老百姓的进行劝阻 哎 没有使用武力 这个赵尔锋一看就不乐意了 说你不听从我的命令啊 哎 他就把这个郭松林呢 给撤职了 你这么一来呢 这郭松林呢 就在四川待不下去了 他就回到了奉天 到了奉天后 没多久呢 他又去了北京 30岁那年呢 他又考上了中国陆军大学 毕业之后 就在北京的讲武堂 当教官 呃 呃 待了几年之后 34岁那年 他又走了 去哪了呢 去广东 投奔孙中山去了 当时孙中山 因为这个护法运动 组建了这个护法军政府啊 这个郭松林一看 说这孙中山做的对 我投奔他就得了 哎 就投奔了孙中山 到了广东呢 他先是被任命为了 警卫军的营长 后来呢 又被任命为 这个韶官的讲武堂教官 可是没多久 孙中山的护法运动的就失败了 这个郭松林呢 在这个广东的也待不下去了 就又回到了奉天 开始担任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的教官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呢 他认识了张学良 当时张学良正好在这个讲武堂里学习啊 这个郭松林呢 就正好呢 是他的教官 张学良和郭松林两个人呢 可以说是一见如骨 他俩呢 虽然是相差了18岁 算是一代人了 但是呢 两人之间没什么隔阂 两个人关系处得非常好 后来 经过张学良的推荐 张作霖任命郭松林为 奉军第二团的团长 到了1921年 也就是郭松林38岁那年呢 张作霖任命他为第八旅的旅长 这此时呢 张学良是第三旅的旅长 他们两个呢 关系非常好 这两个旅呢 经常带一块 前几集咱们讲的那个 第一次执凤大战 说这个执军不是凤军不是惨败了吗 但是也有打的胜仗 谁胜的呢 就是张学良和郭松林 他们的第三旅和第八旅 就是他们领导的这个东陆军 有胜利有胜仗 那你说就这么一个能人 这个张作霖 为什么要让张学良小心他呢 小心哪呢 为什么要小心他呢 其实说白了 在张作霖的心里 他郭松林那是个外来户 对他不了解 不拔底 而且这郭松林呢 还有个外号 叫郭鬼子 张作霖说 你听听他这外号 这一听就知道 这人不怎么样 咱们也不了解他的底细 说小六子 你又年轻气盛 经验不足 小心被他给利用了 张学良一听说 爹 您不知道 哎呀 郭松林这个人绝对是个好人 他为人特别政治 就是有时候 这嘴臭了点 这说话容易得罪人 这甭问了 您这么说 那肯定是有人在背后说的坏话了 是不是 您告诉我这人是谁 我找他去理论理论去 张作霖一听啊 哎呦 那心里那个鸡啊 心说我的儿 你怎么这么单纯呢 哪有人说他的坏话呀 就算是有人说他的坏话 我耳朵跟他就这么软 嘿 你等等 实话告诉你吧 没有人向我告他的状 哎 我这么说 就是要提醒你 你是我张作霖的儿子 你是堂堂的东北少帅 做人做事 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 命运要把握在自己手里 不能什么都听别人的 我听说你现在都快成了他郭松林的领子了 什么事情都听他的 这怎么能行呢 六子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 没有百分之百绝对对你好的人 小心不要被郭松林把你给掌握了 见张作霖有些生气了 张学良赶紧说 好了 我知道了 您老的话我记住了 那是那什么 那要是没什么事 那我就先回去了 张学良呢 起身就准备吃 等等 小六子 哎呀 我是真希望 你把我的话听进去了 另外 刚才你说的那些事啊 你打个报告给我啊 多想想 好好的措措词 记住没有 好了 我一定认真地写这个报告 那个说什么报告 就是咱们上级讲的啊 张作张学良的建议张作霖 要成立军纪整顿处 和那个组建空军海军的那些事 这个张学良呢 说完 转身就准备往外走 可是刚走了两步 哎 他又转身回来了 哎 爹 那你 这些事在实施之前 您看是不是 先和杨总参谋长商量一下呀 是不是先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呢 张学良这么说 那这是口里 他说的那个杨总参谋长 其实就是杨宇廷 其实张作霖那么去而复返 故意这么说 其实呢 就是拿话点他 点什么呢 现在这个杨宇廷 在这个奉君之中啊 可谓是红的法子 很多事情呢 他都是说一半 哎 其实就连张作霖 对他很多时候也是言听计从 但是这个人呢 却和张学良呢 俩人尿不到一壶里 哎 这个杨宇廷呢 却是有本事 但是这个性格呢 有些强势 有点 这个 是 是才傲物 哎 但是 他的心里呢 是看不上这个张学良 他认为张学良呢 没本事 小屁孩 他总是认为自己 比张学良是高一辈的 他认为张学良呢 那就是个恶斗 而他自己呢 则是诸葛亮 特别是郭松林 这个杨宇廷是更加瞧不上 那有了这层关系呢 有了这么一个状况呢 所以这个张学良呢 哎 这才去而复返的 过来 想点他跌一下子 那意思是 你先问问杨宇廷吧 你他要是不同意 那我这报告不也白写吗 张作霖多聪明啊 啊 他经历一辈子了 什么事情不知道啊 一听这话 顿时就听清楚 这里面的意思了 小六子 你甭跟我兜圈子 你小子聪明 你爹我也不傻 什么人在我面前 能耍鬼点子 啊 我告诉你 我拍板的事情 谁敢反驳 记住了 咱们是玩硬的 不要被硬给玩 玩硬的过程中啊 可以给他点好吃的 可以逗逗他 可以对他好 但绝不能让他 骑在你的脖子上 不然呢 他就分不清楚 谁是主子 谁是奴才了 张作霖 张学良一听 不不不 好了 我知道了 他就起身赶紧走 怕他爹生气 张学良走后呢 张作霖又把孙烈臣给叫来了 他把这个张学良的想法呢 给孙烈臣说了说 孙烈臣一听 也表示说这是个好主意 他对这个张作霖的想法呢 很看好 张作霖一看 说我这老兄弟孙烈臣眼光 他可不低 他看好 那应该 这就没问题了 因此呢 张作霖的心里呢 特别高兴 心里说这小六子 终于开始有出息了 很快 时间就来到了第二天上 张作霖的刚刚吃完早饭呢 就有人过来禀报 说报告大帅 总参谋长杨宇 宇廷求见 张作霖赶紧让他进来 时间不大 杨宇廷来了 他干什么来了 摸底来了 摸什么底啊 原来 昨天的这个张学良来找张作霖这事啊 已经被杨宇廷给知道了 这个大帅府里的 有他杨宇廷的耳目 大帅府里有什么事情呢 这就会有人告诉他 说今天呢 这个少帅和老帅呢 他们在一起啊 谈了好半天 好像是在 谈了什么大事 杨宇廷一听这个 顿时心里面就开始犯嘀咕了 怎么了 他这个嫉妒心起来了 说前段时间 在直缝大战之中 那个郭松林表现的很不错 这个老帅张作霖 大有要重用他的意思 再加上这个张学良呢 又和郭松林好得像是一个人似的 哎 他就害怕了 害怕张学良继续在张作霖面前 举荐郭松林 哎 说让郭松林再往上升 那就该威胁到自己了 哎 说不行 我得去摸摸底儿 说着呢 超级一个文件就来了 这张作霖呢 一看说杨宇廷来了 哎 林格 有什么事啊 杨宇廷自林格 哎 报告大帅 这个事情不大 那个 这里呢 有一份文件 需要给您汇报一下 就是关于那个 辽阳那个事 哎 我不说了吗 啊 这样的小事 以后就不用向我汇报了 你自己看着办就行了 哎 是是是 那个多谢大帅信任 哎呀 大帅 我看您 今天这个气色挺好啊 啊 是不是遇到什么开心的事情了 哦 是吗 哎呀 这个开心的事情呢 谈不上啊 只是 这小六子 最近啊 多少有点开窍了 我为此呢 多少 有点欣慰呀 昨天 这小六子来找我了 说了一下 他的一个想法 哎 我一看挺好啊 正好呢 今天你也来了 我说说你也听听啊 你帮着分析分析 看看行不行 杨宇廷一说一看 心说这感情好啊 啊 我来的目的就是这 没费多大劲 就把话给套出来了 那接着呢 张作霖就把张作 张学良说的那些事 哎 给全部的 给说了一遍 林哥呀 你听听 这个小六子 说的这些 有没有道理啊 杨宇廷多会来事啊 你别说是 少帅讲的了 你就是谁讲的 这就是大好事啊 他一听顿时 心里面就有数了 哎 大帅 这真是太好了 哎呦 我没想到少帅 还真有两下子啊 哎呦 这会儿我真是 体会到那句话 什么叫将门胡子 少帅就是啊 这个想法太好了 哎呦 我太赞成了 哦 是吗 林哥 你该不会是 故意抬举他才这么说的 哎 没有 大帅 我说的都是 真心实意的话 我真心赞成少帅的想法 呃 不过呢 我还想再补充一点 大帅 不知道您发现没有 日本人 为什么 这最近能发展的这么快啊 您看呢 他们从明智维新到现在 满打满算也就是几十年时间的 为什么 他们能用这几十年 挤身世界强国之林呢 我分析了 就是因为呢 他们注重人才的培养 而且呢 他们也已经有了一套 这个成熟的 培养人才的办法了 所以呢 我建议 说今后咱们的 这个指挥官呢 都应该 着重从 日本士官学校 毕业生里面挑选 哎 咱们应该呢 着重培养 从日本归来的这些人 如果咱们这么干 我敢保证 用不了多久 咱们就能打败吴佩夫 给老帅您呢 出一口恶计 你看看 杨宇廷说的话呢 有自己的私信 有自己的目的 哎 他为什么这么建议呢 因为呢 他本身就是流日派 当时这个奉军的这个军官里面呢 分为几个派系 一个呢 是元老派 就是张作霖的那些老兄弟们 像张作相啊 孙烈成啊 唐二虎啊 张景辉啊 等等等等 这些人 另一个呢 那就是士官派 哎 这一派人呢 以杨宇廷为首 大部分人 都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军官 所以杨宇廷这个建议呢 哎 他就是为了扩大 他的这个士官派的 张作霖一听 嗯 你说的有道理 不错 还是你想的周到 哎 小六子呢 说到底呢 还是个孩子呢 很多事情呢 他还是考虑的不周眷 以后呢 你可要多帮帮他 哎呦 大帅 你放心 哎呀 咱们都是一家人吧 这帮助少帅呢 那是杯子的本分 这一点呢 没什么可说的 呃 这个 只不过 杨宇廷把话说了半劲 只不过什么呀 啊 你怎么说话顿顿吐吐的 有什么话 说 呃 这个 没 没 没什么 哎 我说林的 你是不是 哦 我知道了 你是想说郭松林吧 哎呦 大帅 您真是洞察人性 这果然是什么事情都瞒不了您 哎 是 我就是想说郭松林的 想说什么 直接说 你对我呢 不用藏着掖着的 哎 是 大帅 那 那我就说了 大帅 少帅呢 虽然 天资聪颖 但是毕竟呢 这经验还太少 心地呢 太单纯 这样呢 很容易被人的给利用 哎呀 这 不知道大帅 您听说了没有 现在少帅的第三旅 和郭松林的第八旅 合在一起办公了 而且平时呢 少帅对于这个第三旅呢 基本上是撒手不管的 他把大权呢 都交给郭松林 这就等于说郭松林 现在是这两个旅的领导人了 大帅啊 这第三旅和第八旅 那都是咱们奉军的精锐啊 让郭松林一个人掌握这么大的权力 这恐怕不太好了 而且这个人 可是去过南方 跟过孙中山的 大帅 你说这样的人 咱们可一定要留神呢 张座林也听 嗯 这个情况我知道了 我也已经呢 给小六子提过行了 但是这建于小六的年轻 经验不足啊 呃 这往后呢 还需要你多留点神啊 帮我 多盯着点啊 你看看 张座林呢 不愧是 这个一个优秀的领导人 特别擅长 中庸之道 杨宇婷之后 说这话的目的呢 其实他是门清的 就是想借机 打击郭松林 而张座林呢 则是不明确表态 说行 这事我知道了 你说的也对 啊 那以后呢 你就帮我盯着点 但至于怎么处理 哎 那就不说 哎 为什么不说呢 没法说 你说了之后 他就会引起一个不平衡 领导嘛 他希望属下 哎 都是一种平衡的状态 两派人都希望一个平衡的状态 啊 你看这就是领导 这就是育人之术 那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也在张作霖面前成功的告了这个郭松林的状了 杨宇婷呢 哎 也就找了个理由就走了 之后 这奉军呢 就开始大张旗鼓的改革整顿 同时呢 也开始扩建这个海军和空军 你还别说 经过一年的努力 奉军的实力大增 不仅成功的整顿了军纪 而且呢 还成功的建立了海军和空军 空军的成立了五个飞行大队 分别是飞龙大队 飞虎大队 飞鹰大队 飞鹏大队 和飞豹大队 海军呢 先后购买了两艘军舰 叫镇海号和威海号 排水量都在五千吨以上 而且呢 还都能发射巨炮 这威力很大 这个装备呢 都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动 这些呢 还都是奉军内部的事情 内部的这个加强 内部的改革 与此同时 张总林为了报仇 为了报这个吴佩福的这个仇 他还呢 一直在外联 外联什么呢 就是找人一起对付吴佩福 找的这个人谁呢 哎 这个人呢 您可能都没想到 此人姓汪 叫汪精卫 哎 没错 就是后来的那个大罕见汪精卫 那么 那么说了这汪精卫和张作霖之间 他会有什么故事呢 他们又是怎么联合的呢 哎 您点赞关注啊 老王下集给您慢慢讲 有什么故事呢 我必得来的 我再来看 那边有什么故事呢